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4日 已到12月中 距離期术結算又近多一天 我們首先今天講講 所謂的投資策略問題 有朋友問 我推薦的股票 究竟是中線 是短線 還是長線 所謂投資是中長短 這個問題 其實對很多朋友來說 就是在乎他有沒有坐艇 坐艇 木局是短炒變長渣 資恆其實不應該這樣 人有生老病死 股票的周期也有生老病死 一般來說 通常一年裡頭 只有一個月至三個月是升市 然後有一個月至三個月是跌市 其他的時間是怎樣 基本上有六七成的時間 大市是打橫行的 打橫行當然 不是真真正正 一字平堅王地走 而是一個相對紮幅的波動 例如好像 在這裏是恆生指數的這個圖 這裏就是打橫行的區域 跌下來 大約是一個月左右 但回上去 大約是一兩個月左右 這一節由這裏 全部都是打橫行的 所以這一點 我們應該要做投資策略 是需要隨著大圍環境而轉變 巴菲特 他是做一個很長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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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投資 例如他持有一個可樂 他持有幾十年 這個可以的 因為在一個大升市裏 真真正正的不要動它 好多人 在好低位買了騰訊 但是賺了十兩二十元便走了 那個你是真真正正的需要長期持有 像阿里巴巴那樣 到最近 你可不可以長期持有 可以的 你可以長期持有 不過你痛苦一點 所以在這點裏來說 我的判斷就是認為 今時的大市屬於一個是 橫向整固而稍吹淡的市 我經常都說 恆生指數 或者期指 要看著265這個位置 升川你就好世界 跌川你就不是那麼好世界 那如果整體的是大市 都不是一個好世界來說 那你先持有長線 要做甚麼呢 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好 複巢之下無緣論 所以這點裏 我現在目前很多的 都是一個 基本上是短線的策略 那短到多少 真正 有一些跌 是短了一天的 因為我也想不到它這麼快到位 我認為一般 如果我看到五至十天就差不多了 這就是我今時所介紹的股票 這個情況 那如果五至十天都不到位 怎樣 那就看看 如果你是沒有虧的 不去到止虧的 不去到止虧的 那 就繼續拿著它 如果去到有虧的 就斬了它 有時候又不到目標位 去到只是有不到止虧的位 只是撿少少 剛剛賺到手續費 那怎樣做呢 那很簡單 如果有好選擇的時始終 就沽了它 將資金轉去新的一道做 這不是好像早老婆 那樣要嘗試跟它在一起 我們買股票現在是用散拖的形式 總之 如果你沒有虧的 可以做得到的 第二有新的好選擇的 就轉車 因為我們沒有人從知道 一個車 它何時開的 因為我真真正正正 不是那些大股東裏面的人 或者那些是炒家裏面的人 我只不過 是希望看到它移動 來覺得 啊 你還會不會動呢 是 你動的 我就跟著捉它 我今天 有些股票 都有一點點 是用這個說法 來實驗 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也有人問 在這個出的資料裏面 有所謂大手買賣 那這個大手和散戶買賣 是怎樣分別呢 這個是 在經濟通裏面 它按照著 每個股 它們的 買賣 是份額 來決定它 什麼是多少 就是大手 什麼 是叫做 這個 散戶 例如舉個例 你一隻是 這個 港交所的 很多人的交易 都是以 萬計的 十萬 一百萬 來算的 那 你如果一百萬 或者十萬 在港交所來說 就可能不是大手 你可能需要過幾百萬 才叫大手 如果你有些先市股來說 全成交 都只有三百萬左右 你還要求十萬 做大手 有些困難 那些可能就要相約 縮壓到幾萬元 已經可能是大手 你看看它 當然是先市股 又是大家股 這個大手 越細手 在經濟通 裡面 它自己用一個電路的程式 自己是定定了出來 所以按照每個股票 它本身的活躍度 資金的流入 流出多少度 而決定是大手 還是細手 那 我們很簡單 如果你認為 是可以的 你就相信它 就算了 當然你可以自己定的 你可以自己定 不過你要找到所有的數據 慢慢來搞 那你找到所有的數據來 溫分 那你倒不如 所有的數據 都是看看 那你看看作為一個參考 那你可以去看得到 知道就算了 也沒有必須深究 究竟是 101股 是叫做大手 還是102股 才叫做大手 這個 就是我們最主要就是 作為一個 只要你每次對比的 都是相同的數據標準的話 每個股票 不是一個標準 都用了這麼多股票 因為證明已經說過 有些大價股 有些小價股 有些每日成交很換躍 有些每日成交很稀疏 所以你用回它自己本身來講 就是由電腦量度新訂做 它是大小手 那就是 所以在這點裡面 你只要很簡單 信便信 不信便不信 沒有問題的 不信 用回自己標準 問題是你自己標準 你自己也很難去定 暫時就是這樣 好嗎 好了 看看市場 行政指數 行政指數 期貨 我只是講 只是講過了 265 講了兩個星期 都是一個重要的支持位 跌穿了 就會再跌低一些 不守回上面 就會看好一些 大家看得到 現在也是 下跌很清楚 去到這裏 我已經告訴你 你不是很行的 不是很行的 那時候 在這裏 在這裏 我就說這裏是反彈 如果這裏 再遲遲些 過下去 那很簡單 為何你說 為何現在要捱到 這麼辛苦 不要想 這裏 今個月是12月 很多大戶 是已經做定 是要在今年的12月 這裏 要力保不失 因為今年 基本上來講 很多的基金 都已經有一定的利潤 也有一定的好成績 他們唯一要做的就是現在 鎖定的利潤 除非你有一個好好的原因 才賣上去 不是的話 它寧可 每次彈高就沽 所以找到我整個 反彈 反彈 有一天 它升穿265 再跟著穿267 還要大成交 那就是了 那些人就會回來追貨 這個時間是多久呢 原先我是估計 12月頭一兩個星期 市場都有壓力 我不知道 現在去到這兩個星期之後 第三、第四星期 如果他們已經是那些盤 是搞得差七、差七八八的話 可能是去到 12、最拉尾的兩日 來一個理由大返身 沒什麼的 很簡單 一定要為了明年的開局 來報好自己今年的局 所以我會覺得希望是這樣 希望你早點買貨 第三個禮拜、第四個禮拜已經開始買貨 大家都可以不用天天看著對著 265、266、267、264 265、266、267、264 悶到臭近 有個朋友在以前的時章聽我說 鐵塔可以上到5元 在2元買了鐵塔 我介紹鐵塔的時章 你一定要看這個情況 鐵塔做甚麼?5G 特朗普做了甚麼?打壓中國5G 突然將整個中國5G的擴展行業 突然壓縮了 所以鐵塔自然會有一個增長 受到壓抑 大家的憧憬沒有了 鐵塔會否需要5元? 我個人覺得是會的 你要給多點時間 我們將會走到另一條 遠一點的路 因為始終用5G建中國 或者萬物互聯建中國 一定會有開展的 特別是當自動駕駛的話 那你就會出現到很重要 還有一件事 這個是鐵塔現在怎樣做呢? 它十分之好 它一路都還在那裡 就怎樣? 起塔、起塔、起塔、起塔 它作為一個投資 所以它沒有甚麼派息給你 派得一來便可以給你 但是 當它投資、投資、投資、投資 那麼多的塔 除非有戰爭 除非有地震 除非有山堤傾射 若然不是的話 這些塔 鐵塔、他人 它一定成為一個 完全可以是收租的資產 鐵塔 你不要當它是科技股 你一定要看它是收租股 它比房地產的基金 收租的成份越多更好 因為全世界都會用它 不過會有一個問題 阿爺會不會要求它 你不要收那麼多錢 要益街坊 這個政策問題 我就難知了 目前你看看鐵塔 它自己本身來說 直到今天 大手成交都有少少 不過很明顯 資金還是湧入不足 暫時來看 鐵塔跌到現在 在周線圖上 在這裏 就會有一個過日銀錢 有一個支持位 鐵塔的市盈率 33倍 算不算高呢 如果你當它是科技股的話 是不高的 真的當它是收租股 它是真的高的 那它會不會跌穿一元 我不清楚 不過我估計 應該過日是有支持的 那過日有支持 我們不要看看一件事 在這裏鐵塔 都由大約過一元左右 是升到上過四 這裏差不多有成 是30%的增長 所以鐵塔 就不要看它由一元去到五元 你需要看它一元 首先暫時在過二線 怎樣看過二 在這個日線圖上的中軸線 就是過二 過二上到之後 你才可以再上床 牽脾襟 再看一看 所以 如果你真的在這裏 吸納的話 我覺得 你真真正義著 就是長期作戰 我的傾向就是 在其他股票賺到的錢 扔些下來 其他股票賺到的錢 扔些下來 所以這個鐵塔 是不用本來做的 因為你用盈利來做 當然 你用盈利來做 你也可以說 你騙我姐 那些都是我的錢 不過暫時是這樣 好嗎 好了 中石化油福 中石化油福 我曾經介紹過之後 突然間那兩天 有很多資金湧入 今天的資金 是有少許流出的 但首方面也沒有錯 我們看看圖 周線圖沒有什麼意義 我在這裏也介紹中石化油福 現在彈了上去 我當時看的目標 大致上是7號多 沒有去到8元 因為我介紹它是6號8 我只是看它去到7號8 不是7號半左右 誰知道一天就到了 等於之後第二天都彈了一些上去 現在是不是已經 它的聲勢完了 我個人看法 它聲勢未完 升勢未完 不過會有一個問題 我應該在何時去買呢 它現在是7號1 我的看法就是 你要繼續升 升穿7號半 這個阻力先 你升穿7號半這個阻力 我上面可以再看 這個是8號 以至於我自己覺得 它可以有機會去見1元 1元是什麼位 是以前這個位 暫時它手起保利加通道的 周線圖 上外面的位 上面這個位 就是6號7 所以我就說 7號指做指示 然後再跟著之後 看看可否再湧上去 中石化 在我介紹那裡 就炒完了 大家還跟不跟著下去炒呢 就是大家各自取態 但是 中國石藥 石藥呢 我亦都已經講過一個問題 就是它始終是在做一個沉底的遊戲 它這個沉底的時之中 你找得到 沉底了 沉底之後 去到這裡 慢慢我覺得它 就似乎告訴你 喂 我應該可能到底 所以它最近這裡 彈了一點點上來 我傾向看它 真的現在到了底 我傾向它 現在現價 又可以是小小的吸納 支持就等起7元 上面先看著7.5元 那7.5元 如果再多了之後 接著又怎樣 可以的 7.5元多了之後 再看上上面 上面為什麼 為什麼先 你不可以看那麼多 為什麼不可以看那麼多 一定只要看7.5元 不過中族就是7.7元 這裡 你看那麼多 升穿了這裡才可以看上面 升穿了上面才可以看上面 如果這裡一天 這個是中族還未升穿 不要跟我說上面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看的是 中線、短線、長線的問題 第一件事 過得了今天才會跟我說明天 短線你都達不到目標 就不要跟我說中線、長線 因為現在的市 不是好像這裡這樣 大升市的期間 不是這裡大升市 這裡升完之後 現在它在回跌下來 回跌下來 我怎知道它什麼時候做完的底 不過我又很相信 一定會做到的底 因為石藥不是炒股 是一些有實業支持的股 即是炒股即是泡沫股 以兩個月的日線圖來說 它開始有少少上去 試看看這件事 好了 有一隻金絲瑞 有一位朋友跟我說 他說 聽我說 去到12元的時候買了 即是他忘了止蝕 因為我叫他止蝕11.5元 沒有止蝕 那怎麼辦 我看看資金的流向 這些就是之前下跌下來 所以我就看他說要買 就是要讓它跌下去 當時在那時是十二元多 12.8元 那就叫他12元 那不再真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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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資金的流出逐漸減少 到今日呢 有流入了 看法就是 起這點 朋友12元買入 今天是12.3元 你認為對它沒有信心 就走了它 如果你要他有信心就拿著他 那他去不去到這個11個半呢 因為我當時設的指示位11個半 他真的到11個4 接著彈回來了 那怎樣呢 如果按照指示就應該要這樣做 他現在真真正正你看看這裏 很艱的 就跌穿了這個保利家通道 真是收到保利家通道上面 所以其實一收的時候是不用止蝕的 不過最低位的時候是你真的要止蝕 沒有法的一定要這樣做 不要這個是恨 因為現在不是一個大升市 現在是 那這裏的時鐘呢 現在升上來了 那各位朋友呢 那你現在定住了 你12元買入 記住了 定住了 11個7做指示 上面 我始終還是覺得今司稅是有機會 看到是13至14元 為何會這樣看呢 這個日線圖上面 這個就是13元左右 13元左右的水平 不止 不止 去到18元 那我只是覺得 13元左右來到這些位 來到這些位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第一 金師稅的老闆 的而且被人抓了 說他走私 那他走私什麼呢 遲到現在都不知道 走私雞蛋嗎 走私手錶嗎 走私黃金嗎 走私白粉嗎 這些跟金師稅生活科技的業務沒有關係 那當然呢 心理上會覺得是有影響的 那別人便調整了下來 調整下來之後的時鐘 現在問題 你便覺得他會不會去得好 好了 平安 平安 這裏呢 起到大手買賣都是活躍的 這裏呢 是資金日出日入 所以你說 資金有時又流出 有時又流入 你跟我說要是長線 怎樣說呢 我唯一出來說 遇到這些事情 一定跌硬 我知道這個股票 所以 之前我都說 平安是會跌下來的 這個星期很清楚 跌了到保利亞通道的下方 日線圖上面 很明顯告訴你 我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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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認為他仍然不跌 你認為需要看著他 我沒有法指 不過我只會覺得 現在93元的價錢 他真正可以跌到91元 下去93元 下去93元 下去91元 不是很多 沒有問題 就是91元之後 會不會再跌呢 我真是不知道 又要看看時間 你自己有課 你自己看看 你現在你以為 不要緊 我去到91元 我都捱得到 千萬不要告訴他 你90元就走了 因為如果你90元走了 你不如現在走了 今天 會跟大家想研究一下股票 就叫東風集團 不是好東西 這隻 排面來看 他是虧的 不過現在有些股票 真的很過癮 虧的會會升 賺錢的會跌 我只有一件事 錢怎樣跟去 錢流不流進去 他流進去 他單是炒他 因為後面有些消息 而我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過 看到大佬的手影 錢這樣湧進去 我就跟著湧一下 在這個周線圖上 他之前是升了很多 慢了回了下來 現在 他會不會上去挑戰 保力通道的上軸 周線圖 他的勢頭是這樣的 所以這一點 你看到他上去想挑戰 也開始升了 在這裡升的時候 他會不會突破了 好像這樣 上去呢 我又不知道 只是說 你相信他 做完底度的話 突破的中族 理論上 是需要跟著追進去的 這樣 就這樣看 現在現價8.4 我就給他 8毫子 跟他倒一局 上面看 升穿了9.2之後 我覺得 目標是可以看到 有這個 是10元的 10元 又不是很遠的位置 這個是周線圖 現在是9.2 9.2跟10元 都差不多 很近 我就覺得 先回來見到9.2 如果你升穿了之前 那個是阻力位的話 即是告訴他 這裡有一個雙頂 而破 那就可以考慮得 可以好一點 今天會長一點 因為 我講到有關投資的策略 和大家應該怎樣看 逐步逐步 是上得藏黎牽皮感 才定定了你的 所謂的 是短線 中線 長線 因為現在 現在不是一個 單邊市的時刻 單邊市的時刻 你可以去猜一件事 例如 我在很多很多年之前 當恆生指數 還在這個 兩萬幾點的時候 我就說他 可能去3萬2 可能去3萬8 我現在都認為 去到2021年 香港恆生指數 是有機會見到3萬8 或者3萬2 再少少了 3萬 我不只是看2萬8 當然 這些都是 有很多種因素 來配合 你才能看到 其中一個 會使你看不到的 就是 中美會因為台灣而打仗 你如果認為 這個不可能的話 我會遲些寫文章 介紹一下 多謝大家